生命之光 老爸 老爸 快起床了 别找莎莎 是老爸自己说要早起给小果实浇水 好像是这么说过 走 现在就给小果实浇水去 今天果实上的花开得更多了 哪有心情欣赏花 赶快结果才要紧 哪有心呢 儿子前几天还能够到树枝的 难道 哪有心情欣赏花 一个月前给儿子量身高做的标记在哪 在这儿 儿子 怎么越长越矮了 快 宝贝 是老爸困难你了 我要给你营养 我们去吃鱼干油胶囊 哈皮长得快 脑白吃 生命之光 这么炫的名字一定是赏好的补药 老爸 老爸 老师说不要乱吃东西 小破岛上能找到这种东西就不错了 还挑啥挑 比起苹果树 儿子的发语更重要 也来喝吧 老爸 不要 老爸起床了 莎莎 天上好痒 你 你是谁 老爸 是不是我又坏你美梦了 老爸 儿子 老爸 大清早炼什么嗓子 这个生命之光效力也太猛了吧 乖乖 宝贝 你看有胡胡胡子才像个男人 很多人他想长还长不出来 我才不要像老爸那样长胡子呢 小美可不喜欢长胡子的男生 这是胡子 我抢胡子了 宝贝 别哭 老爸以前经常刮胡子 一定帮你把胡子弄掉 我不要抢胡子 荡荡贼 用剪刀把胡子剪掉不就成了吗 抢贼 你才像完工 儿子满意吗 没有 怎么办 还没再想法子 放财 放财 你来得正好 乖宝贝 新型剃胡子刀片 给你带来美妙的感觉 胡子没了 不要害死人了 真是不能乱吃 成功 个腿 揀 生命之光植物生长剂